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来观察一把闪退哥 遇到了医生拥兵祭司机械 这刀阵容怎么说呢 我觉得医生这个点拿出来打女巫 还又是一个闪现女巫 我昨天看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日服的闪现女巫 这的话原生过来打一个娃 其实我觉得寄生普在这边打娃会更好一点 原生跟过去 这样的话要重新调整一波 他要原生反走然后重新调整一波 因为你寄生放在那个娃旁边呢 直接打一刀以后机械师拉走 这个寄生也跟了 原生也贴过来了 不过这样也行也行也行 装一个机械师 这怎么跟我昨天看的那么像呢 一刀打 好的 这边娃娃再处理掉 这里娃娃不处理了 有闪现了 闪现直接带走 他要两信徒可以这边闪现带走以后 然后牵回去 用另外一个信徒来打这个娃也行 球纹 闪 好的 牵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娃娃这个距离稍微的有那么一丢丢远 不过挂中间这张椅子好像差也差不多 呃 机子的话是肯定不够的 这介石两个娃都被打了 两娃都被打了 然后这边还是原生刀 还可以再补一个寄生 给到这边的医生 有闪现的 一刀出 过板 好的 医生这边的一个板子玩得非常不错 这个时候最好是外面去找人对补寄生 赶紧补寄生 这寄生对吧 不补 早用找CD啊 多补一个人 多一个人对吧 人多力量大 这波寄生没补有点可惜 要寄生 其实当时佣兵过来就可以补了 他这边是用佣兵的寄生 然后再压在这个点位 这样的话两个人包夹 里外里包夹 没关系 我这边人多 哎 你看人多力量大 通缉到了医生 医生这边的话 拉走了 这边对吧 是非之地 我先走 再救也压不好机 这届时 关键也不是卖不卖的问题 谁跟你讨论卖不卖的问题 我这边追着你打的 还卖不卖 哎 哎 佣兵护必交 好 那这样的话 闪现一刀打 一刀打完以后 佣兵救不了人了 救人双刀 而且佣兵有信徒带着 这里你不过来救人 我可能还要追着你佣兵打的 祭司这边是补过来 做一个侧应 如果说你这时候 执意去追我们家的佣兵哥哥 我就反手把这个积极师给捞了 女巫这边 执意 来 没有反手吗 哎呀 执意是执意了 但没有反手 一刀抽 没有护必 追一刀 又两信徒 砸了个板子 这边的话 信徒是 因为那个积极师飞了 所以这信徒给消了 这波没有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击倒佣兵的话 求人者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尝试排一个三人开门站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机子 插一台 插一台 这里再补一个信徒 给上优兵 原生 信徒 一起包 他拉一个自动跟随 好像是看到了医生 但医生跟祭司可以一人再修一台的 他们可以一人修一台 祭司这边是帮忙补了一些辅助洞 好这边医生是知道你原生在这边的 那你来嘛 我怕你一个闪现女巫 你一个闪现女巫还能打我个震慑 把这个洞线给你打了 一刀灰上好一身拉开身位慢慢扎 有闪现 有一刀打得挺稳的 打得挺稳的 他的这个闪现交的不急不躁 真的不急不躁 佣兵的信徒能消掉 这样的话 祭司起一台 这边是这样 让佣兵 佣兵没有道具了 对对对 佣兵没有道具了 让这边的佣兵修 然后祭司过来卡着救人 挂上 女巫这边得往前顶 顶住这边的祭司 祭司爽命一个洞 看他有没有机会 能突破 因为这边如果吃一刀的话 这个人是救不下来的 现在看一下本体有没有技能 其实倒是切个放狗什么的也可以 应该是底牌嘛 切个放狗其实也不错 这里等 等压过半 求人者想要保平 光救下来可能不太行 光救下来可能不太行 对面本体往前顶一顶 拦住这个口子就好了 拦住这个口子的话有闪现 过来 一刀打 那这样吃一刀 然后亮机 吃一刀然后亮机 祭司再打一个洞 走位 把这个洞打了呀 对呀 我把你往外打 秒机点亮 鸡子没好 那只能闪退才能保平了 闪退都保不了平了 这把女巫打的还是非常nice的 开局好是一个原因 然后他的一个打法是比较稳健的 他的闪现交的非常非常的稳健 就是虽然说不是那种对吧 特别秀的闪现 但是很稳 就不会空闪 女巫其实特别容易空闪 女巫其实特别容易空闪 这边原生过来 傭兵吃一刀也能把你点开 应该是一个三抓 很稳啊 很稳 好的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